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神早新聞報導 今天是7月13日星期四 現在氣溫又是超級熱 30度, 外面是晴朗無雲, 相當天晴 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 日間酷熱, 市區最高氣溫是34度 新界會再高2-3度 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 酷熱天氣警告持續生效 天文台展望 今個星期剩下的時間和星期日都會持續酷熱 下個星期初, 天氣會逐漸不穩定和風勢較大 熱了一段時間也是時候要下雨 你不再下雨, 真是好難頂 好了, 跟大家看看昨天最震撼的新聞 消息指, 尖沙咀日前發生了一宗霸王硬上攻的案件 這宗案件是牽涉到7個人 大家想想, 一宗案件牽涉到7個人 都已經夠誇張了 最誇張的是什麼呢? 是牽涉到7名懲教人員 據了解, 一名女子31歲 在上星期六, 7月8日和另外兩名朋友 還有七名男子 去到尖沙咀一個短租單位去舉行派對 期間吃喝玩樂 然後, 她的兩個朋友 每天凌晨離開單位 剩下事主和七名男子繼續喝酒 然後, 當她恢復意識時發現 懷疑有三個人, 未經過她同意之下 霸王硬上攻 其餘四個人 在旁邊看著這個場面 然後, 自娛自樂 因為太過噁心有些字眼 我不可以說出來 即是有些飛機把她擊落下來 事主在當日上午報警求助 據了解, 七個人都是懲教署人員 年齡就介乎23至38歲 大部分人士就是駐守赤柱監獄 七個人當中 最高級職位就是懲教主任 沒有了 即是駐守懲教之後 就變成真是入住懲教 警方就表示 在7月9日 接獲一名31歲的本地女子報案 經過警方兩天調查之後 在7月11日和12日 就拘捕了那七個人 現在懲教署表示 涉案的七名懲教人員 包括一名懲教主任 一名的一級懲教助理 和五名的二級懲教助理 現時已經被處方勒令停職 處方就說 十分之重視懲教人員的行為和操守 對於紀律有嚴格的要求 任何人干犯了違法行為 處方定必依法處理 絕不辜息 就這件事 我請教了兩名的懲教觀眾 一名仍然是在職 另一名就是已經退休的懲教觀眾 兩個人都跟我說 這件事是超級大禍 基本上這樣說 是僅次於走返的一種大醜聞 因為如果你說一兩個人的話 大家都可以說 每個部門都總有一兩個不好的人 但是現在是七個人 七個人 有時候連影片都不敢這樣拍 然後你搞到這樣的狀況 極度極度之丟念 至於那個退休的懲教觀眾 就跟井仔分享就說 你有沒有發現 以前紀律部隊人員 不單止懲教都沒有那麼多犯罪行為 然後他就說 這個可能是牽涉到 一個叫做公積金 和強積金的制度 因為強積金的話 你作為一名僱員 就算你說你犯了刑事也好 其實你將來出到獄 你去到65歲 你都可以拿到強積金 但是一些公積金的話 就是說一旦你需要少少東西 只是少少東西 都會將你這麼多年來的努力 完全白費了 到時候就沒得拿 由於 以前是叫做公積金 所以每個人都會更加努力去提醒自己 不是說要去到這些這麼嚴重的罪行 即是說在超市 不小心拿了別人的紙巾 這些都有機會 就說令到你這麼多年來 準備儲了的錢 都會化為烏油 所以他就用這個論點 去跟井仔解釋 就說 為什麼以前的人的紀律會這麼好 現在的人的紀律性沒有那麼高 是有個原因在 總之這宗新聞 相信是超級無敵大的醜聞 都不知道怎麼辦 我甚至乎覺得會不會是 開埠以來 又或者九七以來 最大的紀律部隊 一些非職能上面的醜聞 例如說你不是走犯 這宗新聞真的相當之大 下一宗新聞 在昨天網上 就流傳了一段片段 拍攝得到 在港鐵的旺角站 一輛停拍了在荃灣線網 中環月台的列車上面 車頭位置 有兩名的男乘客 互相揮拳 跟著又用手 去固住對方的頸部 抱在一團 列車上面其他的乘客 見狀就躲避 白衣男 其後就扯著黑衣男的背囊 打算 將對方拉出去 車廂 港鐵職員到場 就調停 白衣男就說 不好意思 他打我 然後黑衣男就反駁 就說你打我先的 各執一遲 擾讓了30秒之後 職員就要求兩個人離開車廂 在影片尾段 白衣男就表示 兩個人是懷疑先前因為排隊問題 而發生爭執 最後就 沒有說拘捕了他們 總之就是叫他們出去 港鐵回覆 都沒有說 他們有被警察拘捕的 好了 下一宗新聞 早幾天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尖沙咀就有標刊劫案 又說有些賊 又說開了路 然後又在鬧市搶標 最後都抓到人 跟大家看看 尖沙咀的摩地道 22號至28號的中福商業大廈地下 一間標刊 就在今個月的6號 發生了劫案 其中兩名的賊人無面入去標刊之後 用鐵錘去撥櫃14下撥爛玻璃 接著就拿走了手錶 最後就走走走走走走走 好了 重案組接手調查之後 在昨天分別在元朗 葵聰 屯門 以涉嫌搶劫的罪名 拘捕了三名本地男子 年齡 33至41歲 其中一名被捕男子 已經獲准了保釋後查 在下個月的上旬 向警方報道 其餘兩名被捕男子 正在被扣留調查 警方經過點算 合共10隻標 360萬 調查工作仍然繼續 不排除 會有更多人被捕 好了 下一則新聞 由譚詠麟和李克勤 在2013年合資開辦的 左倫右里 竹麵小菜專門店 曾經在香港 上海 深圳 澳門 馬來西亞等地 都有分店 不過 目前 三間香港的分店 已經結業 據了解 在兩年之前 中國銀行 在2021年12月8日 曾經向一個 不知名的人士 他的名字比較特別 不太懂得讀 似乎未必是一個 普通的英文名 總之 向某人 批出了 547萬的貸款 根據 中小企融資 擔保計劃 截至上個月的 6月27日 仍然 有年本帶利 有550萬的貸款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向公司和擔保人追討 不果 在前日 入品高等法院 向母公司和貸款的擔保人 連本帶利 追討欠款 再加上 9500元的縱費 要求他們在7日內償還 但是 兩名被告 拒絕還款 當然 不是譚詠倫和李克勤被追 其實這些食店都是掛他們的名字 沒可能他們會上身 等於 我收一下你的廣告費 等於 你可以用我的名字 佐倫幼里 我記得在我小學的時候 佐倫幼里這個組合名 都相對出名 下一單新聞 張志恒和老婆 歐燕文 三年抱 但是 三年抱 正常應該開心 但是二人關係惡劣 接著文敏 周其聖艾離婚 不時 也會數落 張志恒 又廢又懶 但是 想不到 即使是一個廢人 在前日 文敏就突然暗示 自己有第四胎 其實我不明白 你又窮 夫妻關係又不好 為什麼又要追第四胎 因為第四胎未出生 現在都是 欠屋租 書保費 兩個兒子 隨時被逼退學 我又不明白 為什麼會 日追夜追 日生夜生 是不是想 又要害自己 又要害小朋友 其實我真的想不明白 這些 張志恒 其實 很惡劣 我都免得說他那麼多 下一單新聞 在 11號的時候 網上流傳了一張圖片 片中一名的大媽 正在 肚餓了 在一架 59號 X巴士 入面 並且 在靠近司機位置 直接在整個人 躺在地板 玩手機 更加 因為他玩東西 睡在地板後 整架車不開 然後就要叫救護車 搞到 整個車人 都要在等他 然後又是在玩東西 好 下一單新聞 大埔區議員 何偉林 昨天在Facebook 圖文並茂 就說 在廣二樓十九樓四年 有10宗 不尋常對待貓咪的案件 很多貓咪 被剃走部分毛髮 皮膚受損 頸部 被綁上麻繩 打上死結 已經通知了警方 及屋村管理處 雙方也承諾加強巡邏 希望警方可以捉到這些壞人 下一單新聞 政府在昨天就著控煙措施 展開公眾諮詢 提倡管供應 降需求禁宣傳 減誘 或 礦禁區 免煙害 再教育 及坐戒煙 這多個重點策略 其中 在礦禁區免煙害 提到 有什麼人 在禁煙區 或公共交通工具 吸煙 提出 把罰款提升到 3000元 或者5000元 這兩個指標 另外 對於非煙文 其中一個 很討厭的行為 就是 有很多火車頭 諮詢文件也有提到 並且 希望禁止有火車頭 這件事出現 這件事 昨天也說過少少 不過我自己認識那些 仍然有進行呼吸行為的人 通常都頗有禮貌 例如 一起吃飯的時候 他都問我 你介不介意我 一邊吃一邊弄回飛 我不介意 還有 他們都會 說你不會對著人噴那麼瘋 他們都會懂得 找些沒人的地方 才去呼吸 把氣噴到那裏 盡量減少對自己朋友的影響 下一單新聞 DSE中文文憑試 放榜在職 內地的社交平台 小紅書 近日有一個 自稱是中文科月卷員 DSE五星星王老師 公開一份 寫有2023年 DSE機密 指限月卷員使用的批改參考文件 其後 亦都有人揭發 王老師 早有前科 考評局表示 所有月卷員都需要把所有東西保密 保密規定不設時限 如果發現有月卷員是違反保密規定的話 就會按照既定的流程 去採取跟進行動 其實這些很大件事 因為2023年的東西洩露了的話 其實已經可以在裏面抓到路 就知道了 例如 究竟他是用什麼邏輯去改卷 你要怎樣寫你的卷才可以突破最高分 普通考生 他沒有路足 他就盡可能發揮自己的才華 如果有路足的話 就不需要 讓人知道自己的中文功底 最重要是事前準備得好 然後寫到一條完美的方法 完美的工程式 然後套用進去之後 就完成了 所以 這件事雖然沒有媒體大使去報導 但其實在我眼中 作為一個十年前 還是十幾年前 都是考DSE的人來說 我會覺得 好好好嚴重 好了 下一則新聞 新訴專員公署 在昨天發表了最新一份新訴專員年報 在2022年和2023年度 在新訴專員公署 在昨天發表了最新一份新訴專員年報 在2022年和2023年度 合共接獲了5357宗的投訴 較對上一年上升了8.6% 當中和疫情有關的投訴 由上一個年度的206宗 飆升到766宗 飆升了2.7倍 佔了整體的投訴大約14% 涉及疫苗接種 病毒檢測 檢疫 和隔離安排等等 申訴專員的趙惠然表示 由於市民大眾 學求復償 所以當時 對於公共服務的特別安排 包容度 就會下降 所以 會選擇向公署 申訴不滿 現在復償了 所以 很多東西都可以 抹掉了 好了 下一則新聞 一名休班警員 涉嫌在旺角酒吧 首先 和一名女子爭執 之後 另一名女子問他情況 這個休班警 就會說 有沒有搞錯 幫人都不幫我 然後 掌掛詢問他情況的女子 休班警事後被控襲擊罪 經過審訊後 在昨天 九龍城裁判法院裁決 裁判官在裁決時 就說 事主和酒吧職員的證供 有不可磨合的差異 即使接納事主的說法 基於被告當時喝醉酒 酒吧範圍又相當狹窄 不排除意外 才會觸碰到人 所以 裁定被告罪名 不成立 被告 叫做 馮漢邦 48歲 報稱公務員 總之 掌掛他人 最後他沒有罪 等於 可以繼續做警察 跟著 後面的退休監 退休福利的 都不受影響 下一則新聞 一名消防員 去年就因為沒有戴口罩 跟上司發生爭執 期間就揚言 我有情緒病 一拳打死你 都沒有罪 事後 他就被控一項恐嚇罪 在昨天 在西九龍法院 否認控罪受審 上司就說 他就問被告 為何沒有戴口罩 被告就說有情緒病 不用戴口罩 問他 你有沒有醫生證明 被告就變得激動 並且就向他 說髒口 令他受驚 最後就被人告刑事恐嚇 這單案 仍然是繼續審 下一則新聞 一個已經轉職 做保安員的前警長 涉嫌在警隊任職 俄稱沒有向銀行 或者財務機構 借錢 然後就轉向香港警察的儲蓄 互助社 借錢 等於 債監債 我不告訴你借了錢 不告訴你信用值下降了 然後就再問警察 他們專門的地方借錢 先後就批出 四筆合共76萬元的款項 早前就被廉政公署 告他 這個前警長就在昨天 在西國龍法院那裏 就承認四項的欺詐罪 獲准保釋 至到8月1號判刑 等待他的背景 和社會服務令的報告 好了 下一則新聞 香港近個月就發生了很多大刀匯事件 令到 精神健康和後續治療問題 就引起了關注 醫務衛生局就在 昨天就書面回覆 議員質詢的時候 就披露了 衛生署 社會福利署 和教育局的精神治療 相關職位人手 就嚴重短缺了 當中衛生署的聘用臨床心理學家 只有59人 和編制所需的50人 相差3成 人才方是屬於比較重要的部門 沒辦法 精神科這些 香港一直都不重視 往往要去到 哎呀 死人塌樓了 真的要 要由心理反饋 去到生理的時候 才會被人重視 明明香港人越來越多 普通科的醫療資源 都削減了一點 精神科更加是大幅削減 香港 如果你不再去大規模整頓一下 其實這些問題 根本就是10個鍋 9個蓋 你根本永遠都掩蓋 好了 下一則新聞 廉政公署 在昨天公佈 在前天落案起訴 曾經在西營盤的 均益大廈二期 法團秘書 一名高級物業顧問 他在21年9月底 和22年8月中 串謀其他人士 向秘書署 提供一筆 相當於翻身工程的三成利潤 賄賂秘書 協助一間工程承辦商 能夠取得超過 7千萬的翻身合約工程 總之就是這些貪污 所以就被人告 好了 下一則新聞 一名休班警員 涉嫌在尖沙咀 偷了一名醉酒島地 男子的手提電話 被控一項盜竊罪 案件在昨天在九龍城法院 再提訊 被告否認控罪 裁判官 將案押後 9月13日和14日審訊 被告 獲准以原有的條件 繼續保釋 下一則新聞 過去多個月曾經多次被追租的連鎖麵包品牌 海獅餅店 租到東亞銀行 和匯中興業 申請清盤 案件排期到9月20日 將會在高等法院作初步的聆訊 下一則新聞 在上個月的時候 天水圍有一對兩歲和四歲的姊妹 在家中誤食了大人的糖 然後口吐白鋪 送丸 幸好送到醫院後回復清醒 警方經過進一步調查後 發現 原來這些東西是在網上購買的 在上個月採取 情報主導行動 鎖定了一個團火 以及一個在新蒲江的工廠 所以在前日行動 在新蒲江工廠 拘捕了人 然後在南亞島 拘捕了一個36歲姓吳的主腦 現在我看到了 我看到的照片 所以我明白為什麼小妹妹會亂吃 因為那些東西的包裝 跟普通的 可樂糖是一模一樣的 可樂糖的軟糖 上面白色 下面黑色 然後有少少煙韌程度 咬下去有少少酸酸甜甜的糖 老實說你不要說小朋友 我看到這些糖有時候我都忍不住 可能想拿回一顆來吃 但怎知道原來這些就是有餡的糖 相當之恐怖 現在幸好小妹妹的情況都好 出了什麼軟味我未知 但之前都說 她們的情況已經一路變好 也能夠主動跟媽媽聊天 下一單新聞 荃灣發生了車禍 在今日的凌晨5點 一架下火車 在橡山村的西路 近著橡山村的東路 撞倒了一名的女徒人 傷者是姓毛57歲 頭部受傷 昏迷送院搶救 涉案的司機37歲 在場協助警方調查 下一單新聞 在今日的早上6點37分 有神運人士發現有一名男子 倒餓在青衣碼頭對開的石棍 於是致電報警 消防人員到場 把這個人救上岸 證實了已經不治 並且說 已經發電有些腐爛的狀況 警方正在調查 下一單新聞 朗平發生了縱火案 在昨天下午5點 在平輝敬 22至24號 一間店舖的負責人 發現 有一名男子 從上紙一個單位 扔下一些 在燃燒中的紙張 去到上紙的閃逢 於是 報警 經過初步調查後 用縱火罪 去拘捕了一個32歲的男住戶 正在被扣留調查 最後 沒有人受傷 亦無需疏散 據了解 被捕的尼泊爾籍男子 持有本港身份證 下一單新聞 新界南總區 搞通執行部 一連三日 10號到12號 在新界南區 打擊多項為例事項 設置路障 截查了 835架 公共服務車輛 發現 當中有30架車 嚴重殘缺 但你也硬駕駕駛 最後警方檢控了這些車 用傳票方式去進行檢控 下一單新聞 由今年3月中起 中港兩地警方 發現了一個跨境釣魚詐騙集團 騙取內地受害人的信用卡 和記帳卡 還有一次性的驗證碼 拿他們的資料 去到香港網上商店 拆卡購物 接著 再去到人家門市 拿完之後 再轉售 投利 經過調查後 兩地警方 在昨天 展開行動 在香港 多個地方 拘捕了9名男女 內地警方 拘捕了5名 內地男子 包括 集團的主佬 這些就努力繼續做 近日 之前跟大家說過 在Facebook Instagram 勿認其他人 給我號碼 那些 其實這些廣告 仍然存在 仍然 令人氣憤 因為在我 今天早上 看Facebook 我仍然看到 那些廣告 別人又是 賣賣 不知道 是否有些可憐人 正在中招 好了 下一則新聞 荃灣的警員 根據 線報和深入調查 在昨天 進行了雷霆 2023 反罪惡行動 在下午4點 突擊 檢查 沙咀道 一個工廠 大廈 連同 樓上單位 賭破了 一個懷疑非法 的釣魚機 賭檔 並且 檢獲了 四部釣魚機 兩部遊戲機 和一批 遊戲卡 好了 這個不說那麼多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的下午4點 警方接駁報案 說 在北角的英王道 486號 一間點心店 發生了火警 現場消息 就說 點心店的廚師 懷疑在煮食期間 不慎 點著了 抽油煙機的油煙槽 引致火警 其後 霧出了大量的濃煙 消防 接駁到達現場 出動了兩條喉 將火救息 事件當中 無人受傷 攝氏的廚房 被燒至昏黑 下一則新聞 海關 在6月27日 屯門的內河 船碼頭 海關驗貨場 抽查一個 從廣東南沙底港 目的地為意大利 40呎貨櫃 在櫃中 檢獲到 900件華爾 母牌貨物 包括 鞋子 衣服 手袋 和太陽眼鏡 最後 發現這批貨 總值100萬 最後 被人扣起了 就是這樣 好了 下一則新聞 海關 在昨天的凌晨 在南區 鴨利洲水域 蒸破了一宗 利用快艇的走私案件 行動當中 海關 檢獲了 3300隻 海龜 還有60隻 屬於 貧林動物所管制的 河馬牙 和500盒 九用止痛藥 市值 200萬 行動當中 海關派出 高速捷擊艇 追捷 這些走私犯 在岸上 成功拘捕了三名男子 其餘的同黨 乘坐快線 越過南邊的水界 離開香港的水域 在岸中 檢獲了大批活龜 處於惡劣的環境 被迫在一起 用袋子 裝著 並暴力 丟來丟去 海關 將這些龜 交給漁農署 照顧 和鑑定品種 下一則新聞 在八鄉 錦田公路 有回收場起火 冒出大量黑煙 在昨天 中午十二時 錦田公路 有回收場起火 現場 被大量黑色 烟烟 消防出動兩條喉 和兩隊煙霧隊 到場滅火 起火原因 正在調查當中 現場消息就說 火警涉及兩個回收場 超過二十個人 需要自行疏散 無人受傷 下一則新聞 昨天跟大家說過 在長山環的批發市場海邊 見到有個男子 再浮再尋 最後送院不治 翻查閉路電視 發現 這名內地男子 原本想到香港 去探朋友 然後 探完朋友 去到附近海邊 小便 失足墮海 搞到現在 即是 柯夏薯薯 一線腳下海 在凌晨時 叫天天不應 叫地地不聞 結果 導致悲劇出現 下一則新聞 啟德 木齡街 在豪宅單位附近 有一隻 白色的西魔犬 被主人放養天台 有鄰居 擔心狗隻 在天台暴曬 會在酷熱天氣警告下 影響身體 大家要知道 這些西魔犬 應該長期都要活在有冷氣的地方 結果現在不是 說 放牠出去 曬到什麼 據報 有鄰居不忍 曾經多番勸喻下 但都不獲狗主理會 所以 致電報警 警方和外戶動物協會人員到場 經過調查 確定狗主在單位 狗隻的健康狀況 是良好的 因為 看到狗被戴了口罩 即是 即使喝水 都比較困難 那種 可能倫理之間 有點誤會 最重要 狗隻 健康狀況良好 可能 主人 都不是說要牠24小時曬下的 可能只是曬牠半個小時 一兩個小時 叫牠返回入屋 都未頂 不過就不要緊 最重要 狗就是相當乖巧 而且狗 健康狀況良好 好了 最後一宗新聞 在昨天的早上8點 一輛的士和一輛小路堡的士 沿著農場道往觀塘方向 近著天馬縣行駛的時候 就在快線箱撞 其中一個的士就說自己的腰很痛 等待救護人員 就為牠去進行敷治 現場消息就說 所以昨天 為什麼我會 看到龍場道塞到飛起呢 原來有個原因在 好了 今天的神早新聞 就來到這裡 跟大家做過節目預告 井仔今天 會跟趙教授和MM 去做節目 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會四條片 如無意外的話 我和教授的影片 我暫時會安排 習慣了 在晚上8點 才放上網 大家就留意一下 還有 今天應該會有一兩條 井仔怎麼看 我會直接在家裡做 好了 今集節目 就來到這裡 我們就 稍後再見 好 就是這樣 拜拜 拜拜 BYE